我们这门课的课程名称 因为蛮有趣的 从Excel VBA到Python 那当然我主轴 主轴的话从VBA 这个意思就是 就是你本来就会VBA的意思 我本来的课程设计说 我是希望因为我前面其实交了 非常久的VBA 所以很多人已经会VBA了 然后如果你会VBA 你要能够进到Python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基本的知识 转移到Python就OK 然后我也比较一下 如果你本来会的 你就可以再怎么样去 就是把一些差异找到 你就会了 不过我看好像有一些 连VBA都不会 那就是会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重点是在Python OK 重点不是在VBA 所以我也不会 VBA我是假设你们已经会VBA了 这课程名称是这样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VBA不太熟 也许你也可以看一下我部落格 或我的YouTube频道 会有其他的影片 那我的名字吴清辉 那你如果要找我的相关的东西的话 很简单 你Google吴老师 前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第二个就是我的教学频道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上课上半天之后 突然才发现说 原来老师你是那个 就是网路上的那一个吴老师 因为你都没有讲你是吴老师 不是 我是姓吴啊 我是吴老师 不然我姓 而且他说他有订阅我的频道 他听半天 我说那你都不知道 这很妙 OK 那基本上我有一个就是分享 OK 所以大概说一下 那再来的话 我们课程大概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比较入门的 所以入门的部分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环境 先把它set up 第二个基本语法跟结构控制 结构控制其实意思就是逻辑啦 也就是我们要怎么判断 城市该怎么考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if 如果两重的话else 多重的话再加alf alf 那VBA跟Python都一样 其他语言也一样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不会有差异太大 主要就是你要让城市 做一些逻辑性的判断 怎么输出你大概要学会 所以今天大概也许 我的预期是至少这个要OK 那这个的话大概讲一点点 第三阶段就回圈 回圈的话白话意思就是重复做什么事 就让电脑不断帮你重复做 那重复做的话呢 至少会有两种回圈 就是for回圈跟file 这个其实跟其他语言 如果你有学过其他语言也差不多了 for回圈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范围 你要做几次停下来 OK做几次就结束了 OK那 但如果第二种file就是 不是做几次 是做到会有个逻辑 后面会有个逻辑判断 如果当某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为真他就是做 如果为force他就不做 OK所以基本上回圈大概会有这两个回圈 你就把这两个回圈学好大概就OK了 其他的话会说明一下VBA跟Python之间的差别 所以也许后面我会讲一下几个范例吧 就是Python写完了 然后如果同样的东西我希望把它转成VBA的话 那两者之间你要怎么去转换的一些重点 再来就是讲到有关档案的读跟写 其实在Python里面我觉得它很大的优势就是说 它的写法真的非常简单 大概两三行读取档案就OK了 所以它读取档案非常简单 甚至我觉得比VBA好像还更简单一些些 比Jama当然简单太多了 OK所以 再来就是怎么样去操作资料库 那资料库当然它有内建的叫SQLite 这个SQLite的话呢 它其实非常简单 内建的 OK 不过它是属于所谓档案型的 就跟SS一样 它是一个档案 但如果你将来是必须要多台电脑 或者是跨不同的平台的话 你可能需要用像一些server型的资料库 比如说Oracle 像什么MySQL自由软体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什么MSSQL等等的 就是你要架一个server 那未来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云端 也许你可以什么放在filebase等等的 反正资料库形态很多种 那我们会先讲这个档案型的 那其实它差异性不大 用法差不多 顶多只是说呢 一两行程式修改一下 其实就可以看你要放在你这边 还是放在server上面 还是放在云端上面 会有这些差异 然后面的话我们会讲一个进阶的 然后就是有关资料截取分析 这个部分就是刚刚那个各位勾选第二多的吧 那个网路爬虫 比如说网路上有放资料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抓下来 放在python里面做后续处理 那这个我们会发满 会等于是前面讲完了 再接着 那其他的话像处理sale档案 或者是csv等等的 那并且一样跟资料库结合 或档案结合 那这边有好几个相关的范例 那请各位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再简介一下我自己 我刚刚讲 如果你要找到 网路上找我很简单 Google吴老师吧 前两个 一个是我的部落格 一个是我的那个YouTube频道 那我其实交过的程式员 至少超过十钟以上 也就是现在坊间 障碍语言 你用到几乎都交货了 因为它不断推成初心 比如说往什么Java 什么PHP PHP ASP.NET CShop VP VPA 等等 反正你大概想得到的 甚至手机的APP 那开发手机的APP 方法又非常多 那每一种几乎都有接触到 OK 好 然后 再来的话 那为什么需要学这门课 其实主要就是跟未来的 新科技跟新机会 都有关联性 比如说像 同学很多讲学AI 那你要学AI 目前当然最简单 就从Python入手 应该是算 捷径了吧 其他语言也可以写AI 只是没有像Python 资源这么丰富 OK 不过你要学AI之前 第一个还是要先把Python 这种环境基本的先学好了 那再来你才有办法去学一些什么深度 深度学习 它机器学习 再来才是人工智慧 你可能要阶段性的 OK 你不可能说一下子跳到那边去 不过至少这方向是对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ABCDE的 我觉得这个 我不知道在哪边看到 网路上还是杂志上看到 A就AI B的话就Big Data C就Cloud 云端 D的话就是相关的辨识 不只是人脸辨识 现在用最多的就是像 车牌辨识 停车场 现在几乎全部都车牌辨识 像人脸辨识的话 现在很多地方也都用 像警察要辨识 你是不是罪犯 有没有 像他们好像有什么审补系统 拍个照 你就无所对系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被身份字号 是被别人的 比如被他哥哥 警察一照 就知道你是不是有犯罪 OK 当然人脸辨识之外 其他还有用在什么 各种商品 像电子商务 你买东西 无人商店 他也可以辨识说这个东西 这个怎么 有没有哪被取走 或者是诸如此类的 所以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摄影机 然后去做影像辨识 所以蛮多地方都可以这样做 那其实最简单还是用海神来做 其他像下一个叫电动车 像台湾本来好像预计是2035年是全面 不生产非燃油 就是燃油汽车跟机车 不过好像最近行政院又说 可能那个实现又要往后延了 因为很多厂商一定会跳脚 说没有 那未来的电 其实电动车不是说只是电动车 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台智慧汽车 或者智慧这样勾勾肉也是一样 它其实就很像智慧你手机 OK 一样 那里面的话就可程式化 所以这ABCDE 每一个每一个 其实都跟Python有点关系 OK 所以如果你把Python学好 未来其实各个产业都会派得上用场 OK 区块链也是一样 后面Python也可以把它来写 只是说 当然我讲过了 不是只有Python可以做 其他语言也可以做 你用VBA也可以做区块链 只是说有没有比较合适 因为VBA有些没有那个方权 没有韩式库 那里面你要自己写 自己写太累了 如果人家已经写好 你就拿来 input 或者是把它装起来 然后你就把它呼叫进来 就OK 像影像辨识也是这样 Python很多 网络上随便找一堆 你要辨识什么 你想要一个图给它 它return一个什么 那个图上面的结果给你就好了 你其实主要是要专注 就是你会不会去 取用别人的那个韩式库 你会不会呼叫 然后你会不会把结果取得 主要是针对那部分 至于后面那个怎么写的 我想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OK 可能后面有很多的那个研发人员 他会帮你写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在背后会帮你写 其实那东西其实有时候就是 那一群人写完之后 因为那些算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帮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聪明 所以我们就是用那个聪明人写好的东西 我们拿来用 我们会用就好了 至于他怎么做的 有时候他即便要告诉我说 没关系那不是不干我的事情 我们生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那些 专注在我们这一块就好了 OK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所以Python主要就是说 他让你的程式开发会变得比较focus在你需要的那一部分 有点像有点应用的部分 而不是真的设计吧 我觉得 OK好 那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说一下 那这是我的相关的简历 那当然我最早 大概最早入行是当程式设计师 coding 然后陆陆续续的话 也不断就是还有在充实 然后也有一些创业经验等等 那目前的话呢 当然主要就是在学校任教 然后也有在业界啦等等的 反正目前主要工作 还是focus在这个教学跟一些顾问性质的工作 OK 那最近的话 这个在中山大学开了一个类似的课 爬虫跟那个Jungle的架杖 OK 然后这个是最近去年的那个 志强哥已经颁给我一个最佳人气讲师讲 然后这也是志强颁给我的 教学卓业贡献奖 这是文大颁给我的 趋势先锋奖 OK 大家就看一看 另外我的证照 大概有30张左右吧 OK 那其实这刚刚锦上添花啦 因为Python证照最近有两张 我觉得还不错 那所以呢像有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有必要 我自己就去先试试看 然后后面的话 再去辅导学生去考 因为你如果自己去考过在辅导学生去考 相对通过率会非常高 几乎是百分之百 因为我已经帮他们先拆好题 他们去看 题目都差不多 一看 对都是老师讲那几题 好 那是我的 license 反正有啊 至少我是有 然后呢 有他这边有两张 一张是城市设计 九大类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在文大那边 之前有开一个班 24个人去考 24个人全部通过 OK 而且其实大部分人也是跟各位一样 都没有基础的 可能刚才连城市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他们至少会有信心 然后慢慢也喜欢的 而且如果到职场上面呢 他也可以把他专业 就是在把他发挥 好那考试大概就是考五大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下叫TQC Plus TQC加啦 他出的这个Python证照 好那里面的话 考试的话 他有分基础 基础就考五类 如果你要考到进阶的话 就九类 九类的话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上课这些东西 包含就是说什么呢 包含就是基础的城市设计 选择叙述就是逻辑 回圈 进阶控制其实就是把上面这些综合应用 还有怎么样去定义方权 五大类 其实这五大类是非常基础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验证说 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专业吧 最简单的方法 我是建议你干脆去考一张证刀算了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 到底你会不会 你用讲的没有人会相信 现在很多面试大家都不相信 你讲的话 因为讲都说会 做都不会 每次都这样子 最好怎么样 你可不可以拿一点会的 证照也好 我至少我眼见为凭嘛 上面有人签名盖章 有人背书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就要拿一些相关作品 对不对 这样子会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面试真的也蛮麻烦的 那现在业界是很需要真的会的人 可是怎么验证 这个就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然后后面几类就是包含串列 包含那个tuple set ditional等等 然后字串啊 档案的开启 大概就是这些你会的话 这张证照你可以取得 那考试的话 这个是我考试的时候拍的 其实它有个系统 你就反正把它传上去 会的话答对就是亮绿灯 错的话就红灯 它可以现场先测试说 你到底这一题对还不对 你可以绞交看看 那这边我把它拍下来 另外的话我的频道 我一个吴老师教学频道 上面的话也放了 所以如果你对于VBA 假设不太熟 我建议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如果你要持续学习的话 建议直接订阅吧 这个没有那个意思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没有任何行销的那个 我只是说如果你想要 多学一点东西的话 这个是其他 这些东西也找我当咨询委员 OK 那再来的话呢 你们会拿到这本书 叫做初学特训班 这本书蛮厚的 好像我记得那个蔡小姐跟我讲说 好像会帮你们买还是怎么样 然后会发给你们 所以下一周应该会有 你们会拿到这本书 那这本书里面的话 蛮多sample的 但是我讲过了 就是他解法跟我解的方法不一样 我会有我自己一套的 就是一样的需求 但是我写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以参考他 然后他的环境 也是用阿卡宏的 OK 就是说叫你装一大堆东西 但是那个不是我喜欢 所以我会用我自己的一套 那另外一套你也可以自己试试看 你可以比对一下 这个没有问题的 OK 好 那他的设计哲学 其实就是优雅明确简单 如果跟Java比起来 所以之前我也教Java 不过现在用Java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OK 为什么 因为你写了Python之后 你就回不去了 OK 因为他真的写起来好简单 那要有写 那我用Python写就好了 我就不太用Java了 OK 那再来 那个排名这个自己看一下 这个就参考一下 那死亡交叉点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前年吧 就是Java往下 Python往上 需求部分 OK 所以呢 常常会有人问说 到底要学Java还是学Python 其实对我来说 学一定要学新的 学大家都需要 学潮流的 OK 你不要学过去的 电脑没有人这样 比如说像 以前有DOS嘛 你现在很重要 那你要不要学 没有人要学DOS了吧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是 电脑东西是这样 过去就让他过去 不要再 执着在过去 OK 所以一定要求一些新的 那不是说叫你旧的就完全不要会 旧的因为有旧环境需要有人维护 还是要会 OK 不过如果你们是完全都没有学 我是建议你可以学新的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来看那个开发环境部分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 先把刚刚讲的这个云端上面 这两个下载 下载下来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是会放在那个什么呢 下载区里面吧 就是在浏览器里面的下载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把这一个 因为我刚刚已经下载过这个 这个跟哪一个跟那个 Eclipse 那个 不好意思 留两个吧 而且各位把这个 这两个 把它呢 剪下来好了 把它剪下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的C碟 我是建议你是放在D碟啦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的电脑只有C碟 没有 这光碟 所以呢 你就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C碟 把它剪下 贴到C碟底下 我已经贴过来了 这两个 接下来做什么呢 请你按右键 把它解压缩致辞 比如说这个 解压缩致辞 这个 解压缩致辞 接下来就有个 Python.exe 那这个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放什么 放Python的所有的什么 函事库 有没有 Library 相关的东西 相关的执行 还有一个Python的执行档 那我们要开发的话 我们要用什么 把那个Eclipse 这个解压缩 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把它怎么 因为我刚刚讲过 这个环境的好处是 它免安装 你只需要解压缩 OK 所以特别说解压缩 请你记得 你解压缩不要 按右键 解压缩致辞就好 不要再解压缩 多一个目录 不然它会 目录里面还有个目录 你就解压缩致辞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 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打开之后的话呢 恭喜你 你就已经把 这个环境 环境放起来了 就懒人包嘛 OK 懒人包就是马上可以 开发城市 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环境设置 不然我们担心 之前有同学 第一堂还在开发环境设定 到最后一堂还是在 那真的就 重点是在城市 而不是在环境 所以我们用的 但是我会跟各位讲 这个环境为什么这样做 我的一个心得 OK 怎么做比较简单 我会这样说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它开起来 会问你说Workspace 意思说 那你将来你的城市 就会放在这Workspace 所以你的那个名称 记得改一下 也许这边 假设它是第一还是什么 你就改一下 放在C叠里面的 也许Python 的Workspace 后面也许 我是怕说 因为我们这个班 就是还有其他人 也是上Python 因为不是只有这个班 还有其他 所以可能你Workspace 会跟别人重复 会也许你打开 就发现 其实有写过 那就改个名称 也许后面你就再加个底线吧 你就打一个你的名字好了 你就加个Terry好了 OK 这样子 比如说Python的Workspace 那是Terry的 这样的话区隔一下 不然的话呢 你每一次打开 奇怪 不然怎么别人都写好了 不是 那其实是别人的 不是你的 所以记得 然后Lunch它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环境开起来 并且建一个空的Workspace 那这个所谓的Workspace 就是你将来程式放的位置 那我们是放哪里 再把它关起来 Warecom 关起来OK 那它就会帮我放在 有没有 C叠底下的 哪里呢 Python 这里 所以这个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放 那个我们将来写的程式的地方 OK 所以你将来要备份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备份回去就好了 好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我刚刚讲的 就下载 下载完之后的话 开起来 并且把它 call到C叠底下解压缩 那如果说你本来C叠底里面 已经有的话 你就也许 就直接开好了 不然我怕你把它 要不然你就是砍掉 然后重新解压缩一下 看看吧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最重要的就是那个Workspace 记得就是你那个名称 记得就是加一个你的名字好了 不然的话我怕是说 因为这边还有其他的这个班级 也是这样拍上 那可能你们的电脑里面 会已经有 就是另外一个班的同学做的东西 那你就把Workspace那边 多加一个名称 不要一样的Workspace 做区隔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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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